刘伯温的人生悲剧,死于精通阴阳术术。 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刘伯温,是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民间传说刘伯温,前之五百年,后之五百年,当然刘伯温是人不是神,虽然他确实精通全貌之术,懂得天文地理但最终却依精通天文, 而死刘伯温铭基伯温,是其自元五宗之大四年公元1311年,生于清田驻今浙江文城县,一个官坏人家刘伯温聪明鸡免。 从小酷爱读书,他既通经史又好像伪之学这项伪之学,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原明宗至数年间刘伯温小事牛刀高中进士,分配到江西高安县当了个县, 城官职虽小但他在任期间就获得了廉政的好名声审理,听说了他的政绩要将他调上去,他谢辞了后来任命他为江志儒学附体局,助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姓副处级干部。 这一时期,刘薄因议论遇使失职之事,开罪权臣,只得此官回家元顺帝制,正八年公元1348, 泰州黄元人方国珍,在泰州起兵拉开了返元的大幕方国珍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泰州、温州、庆元金宁波等地当地官员奈何不得省里面, 只得将刘伯温召出让他当了个这东元帅府的都是,仍是个从七品的小官。 刘伯温已经看出元王朝末日破尽天下世江大乱,便辞职回老家清田读书着做韬光两会等待时机,不久群雄四起朱元璋,打下浙江金华后得知刘伯温, 宋连市江南明市,即以重金礼聘刘伯温,才同意出山刘伯温和朱元璋见面后, 有过一次昭明谈话后,人称之为朱刘之间的农中队,刘伯温向朱元璋分析了群雄形势, 后来陈有亮军攻破安庆朱元璋率军,亲征在刘伯温的帮助下又将陈有亮打得大败而逃, 在朱元璋和陈有亮最后的婆娘湖决战中,刘伯温请求分兵去守湖口并与陈有亮军相约于金木相克的那一天决战, 结果陈有亮败死,陈有亮死后朱元璋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张旭城北去中原忠于成就地业, 而这一成就地业的过程,全如刘伯温与朱元璋,龙中队,所限的策略刘伯温, 不仅是个谋略过人的军士,也是个铁面无私的执法官大明王朝建立后, 刘伯温与左城向李善长共同辅佐,朱元璋,朱元璋寻姓汴梁, 驻金河南开封,就让刘伯温和李善长留守京都纽伯温, 对李善长说诵,元二朝就因为法纪松石而施天下,因此我们应整肃法纪, 于是令御史纠和,不要有什么避讳干查谁, 就查诶有个叫李宾的人认重,书省都是犯下了贪赃盲法之罪, 此人一直追随李善长和李善长很好, 善长就要包庇他,便与刘伯温商量, 希望看在他的面子上放李宾一马留, 伯温就是不给李善长,是为第一丞相的面子, 他将李宾的罪行,上报朱元璋,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 当时京城九汉正在助谈其与刘伯温, 一拿到朱元璋的批准文说就在即, 谈下将李宾斩了这一来刘伯温和李善长, 也就结下了冤仇,而李善长偏又是个外表谦和, 内心却既恨刻薄之人刘伯温,不给他面子, 他也就处心积虑,要报复刘伯温朱, 元璋一回到京城李善长,就告了刘伯温一撞说, 刘伯温在其与的祭坛下杀人。